皇上要说什么 坐吧 今日的事情 是玉妃和冒险胡闹了 可这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哪 皇上是疑心了 要不然也不会换臣妾过来 平白听这场羞辱 如意啊 这些日子以来 林云车与你的流言 在宫中传得纷纷扰扰 朕也想不听不扰 可这阴影 在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切不说今日的事情了 那日朕在木兰围场 看见林云车那般的旧孽 他看你的眼神 分明不是一个奴才对主子的眼神 还有 你说他在冷宫 那般的舍身救你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他就对你有了不归之心呢 皇上 你真是不能赖云 我给你 这种心意 你真是想要 是他 还能赖云 你讨厑传 你真是什么 不要 你真是乱人 你真是乱人 真是乱人 也是 你真是乱人 你真是乱人 我看见你 你真是乱人 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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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辩白说话 自从拥紧夭折之后 荣平入宫 你就常日跟朕赌气 不加理会 朕在想 你到底是因为何事 和朕离心离开 难道是因为这个灵车吗 皇上如今 怎会这般说话 拥紧夭折之后 难道不是因为 皇上听了青天剑的天象之说 才不理会臣妾的吗 臣妾当日痛失永景 悲痛万分 皇上连面都不露 一直没有陪伴过臣妾 还跟臣妾说 是臣妾克死了永景 皇上宁愿相信 青天剑的婚话 也不相信臣妾 不相信臣妾和永景 是为人所害 如今却说臣妾 对皇上不加理会 还拿林云车来说话 永景伤势 难道朕不心痛吗 朕是皇帝 朕是夫君 你有明白过朕 未见过朕吗 至于天象之说 言传千古 代代相继 朕总是信了又如何 好 臣妾不能如何 您是皇上说什么都对 如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臣妾也无话可说 臣妾告退 如意 如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